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完成的使命 这个解惑这一块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重点 那么现在呢 下午就开始提问 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龚小夏女士 你与中共国 与CCP之间没有联系 没有交集 如你自己所说的那样 几十年都是中共的黑名单人物 那么为什么你所刊发的文章 可以在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进行刊发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媒体啊 可都是在中共管制之下的大陆地区的官方网站 这些党媒为什么会刊登你的文章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龚小夏女士所著作的几本书 都是由中国内地的这个出版社来进行发行的呢 咱们都知道 一本书如果要发行 一定要有所对应的发行生 龚小夏女士常年都是在海外 在西方 在美国 为什么你的著作都是在中共国内进行发行 从没有见过英文的版本 或者由西方的出版社帮你进行发行呢 而这些发行的机构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复旦大学出版社等等的 这都是在严格的中共管制之下的新闻媒体 以及出版发行单位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书能够顺利的 畅信无阻的在中共国内发行呢 第三个问题 龚小夏女士曾经不止一次的公开说 自己是反共人士 自己被中共拉黑 那为什么你的这几本著作 现在还在中共国内的网站上面 像当当 京东这些网站上面进行贩售呢 这些书现在还能够买到呢 第四个问题 咱们都知道呀 百度网旗下有个叫百度百科的平台 绝对是被中共严格控制的 为什么呢 比方说咱们把郭文贵先生的名字 输入在百度里面 你什么都查不到 全部都是负面信息 关于他现在在海外所发表的内号的内容 都是看不到的 包括你把路德先生啊 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共的媒体 输入进去 你除了能搜到马丁路德金 你基本上也搜不到其他的 跟现在路德先生节目有关的信息 可是我们在百度百科上 输入龚小夏三个字 却会出来非常非常多的正面信息 龚小夏女士的详细介绍 龚小夏女士在国内出版的各种著作 像你这样一位有着很重的反对 中共色彩的敏感人物 按道理来说都应该经过中共高层的许可 或者是授意 才能够在中共的这些控制的媒体啊 网络上面进行刊发的 为什么能够这样轻而易举的 得到那么多你的正面信息啊 几乎都是没有任何反面信息的 而且所有的形象也好 所有的信息也好 都是经过了润色和美化的 麻烦龚小夏女士也解释一下 第五个问题 这个咱们就要谈到最核心的跟money 金钱有关的问题了 请问龚小夏女士啊 这据传闻啊 我们并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核实 但是传闻是说呀 您所选用的跟VOA打官司的律师 是免费的律师 并没有收钱 请问这个是不是属实呢 您到底是启用了收费的律师 还是免费的律师呢 第六个问题 如果您启用的是免费的律师 那么又为什么要公开的 对VOA的这一次的纠纷和诉讼 向别人募集资金呢 这个就很奇怪了 这律师都不花钱 您募集到的资金又用到哪了呢 第七个问题 请问您究竟募集到了多少资金 这些资金具体的用途 能不能公开的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您是打着跟VOA打官司的名义 向大家募集的资金 但是若这个资金不是用于跟VOA打官司 咱们也不知道这钱用在哪了 关键是到底募集到了多少资金 这个资金的数量 能不能公开的说一说 以上的问题啊 都是我们根据客观的事实 网络上已经公开的 能够巡查到的资料 向龚小夏女士发出的疑问 相信这些问题 龚小夏女士也很愿意和我们分享 她所理解的答案 其实中国啊 有一句古话叫做 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 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是辩证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真相往往只有一个 但是一百个人 心中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希望龚小夏女士能够证实一些问题 和大家勇敢的探讨探讨 等着您的回复哦 今天的Fairy Talks就到这里 咱们小五说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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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